花莲省政府举办南岛讲座第八场次 在花莲县环保局大礼堂隆重登场 而这次的讲座主题与中南岛台湾南岛语言之间的关系 重磅邀请到了有台湾南岛语言研究之父之称的李仁鬼院士 清零到花莲近距离与大家一起来进行南岛语言知识分享 讲座从语言的角度出发 探究台湾原住民族与南岛族语言的近似以至连接性 从中发掘两者之间如同家人般的深厚连接的关系 同时带领听众们发现语言与生活的紧密关联 并从中回溯过往台湾原住民族与世界南岛主义的传统生活样貌 南岛系列讲座花莲县政府183年度重要施政计划 主动在台湾原住民族与世界南岛主义深度文化交流 以国际事业的拓展 讲座邀请国内外大师及专家学者以及花莲在地知名歌手等人士 共同交流分享 落实花莲县的许真卫 花莲走向世界世界走进花莲的政策理念 幸福期盼透过讲座拉近南岛的故乡 花莲与世界的距离 促进跨文化交流与共享南岛与音乐交织的独特饗宴 我们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我们中央研究院的李仁葵院士 也是我们南岛语言研究之父来到花莲 亲自来为我们说明台湾跟南岛之间的 从语言专业的领域这边来跟大家分享 那当然我们在办理这个系列的讲座 也发现有非常多的民众是非常认同这样子的活动 也每一场都有来参与 所以未来我们在11月跟12月 还有南岛系列的讲座 那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官网以及我们的FB 除了任何院士亲自分享之外 这次讲座结合了花莲在地艺术表演团体 邀请定居花莲舞台经验丰富的跨文化组合 那就将乐团前来献唱 透过音乐与文化的彼此交流分享 用最轻松的心情来领列知识的男孩 讲座免费开放 请相信专门前来聆听 确认嘉运姐有机会获得讲座著作 更详细资讯才有欢迎生活与众评论处的官网和脸书专业 同时也帮您公文人员终身学习的时速认证 一个下午的讲座时间 大家共同参与这场 一一非凡的南岛文化音乐饗宴 记得订阅发送到